希望下次來 最重要是吃到蘆打菌 Hello 我又回到這間店 就是因為昨晚吃不到蘆打菌 我後來問過經理 她說今天姐姐回來了 所以我說不愛 我決心今天再來 因為一天是吃不完我想試的東西 我今天就單拖來 今天是會想試她的餃子 而且昨天我看到有一碟是菠菜 而且最主要就是蘆打菌三樣東西 很快這個菠菜就來了 給大家看看 菠菜很香 也是自己吃的 無所謂 好吃 它不油 這是涼菜 應該是涼拌的 很有吃沙律的感覺 它是冷 但又不是冰凍 它是涼 很清 也不鹹 OK 真的 這個不用包 一個人吃光 很好吃 很開心 吃到一些好吃的東西 我覺得好吃或者我喜歡吃的 就是這種很清淡的味 它不是淡到沒有味 它是有味的 你吃到它有菠菜味 很清新 尤其是一早吃這麼清新的東西 整個人覺得今天很清新的 餃子有三種味 一個是韭菜三鮮 一個是白菜豬肉 一個是羊肉 一個是羊肉 餃子 很大顆 很濃烤 先蘸醋 咬開給大家看 這東西真的好吃 我現在有點衝動 終於多點餃子 今天是第二餐 吃完今天的總結 就是我超喜歡它的菠菜 它的菠菜真的做得很清爽 又不鹹 餃子 也是餃子很大顆 它的餃子是手工包的 即是自己包的 就不是冷凍回來的 是同一個大姐姐包的 據聞這裡的老闆 但是回來吃飯 都會吃兩點餃子 應該都是值得一試的 最後這個盧打筋 真的完美 我覺得 它真的不甜 它的柔軟度是適中 又不會像棉胎那麼厚 那 那 今餐我真的給 十分 還有最後一題 就是 其實我昨晚問過 經理姐姐 如果大家不吃過 這麼濃厚的食物 你們 點餐的時候 可以叫它 清淡一點 就不怕說 不要吃的食物那麼濃 其實人家是可以調整的 只不過是你自己要求 他們也有些服務是超級好 真的 你從入門口 它已經有人幫你拉門 坐下之後 它有人幫你斟茶 它久不久時都會來 你安心嗎 這樣 那 服務主義其實算是不錯的 而且都挺熱情的 就是很熱成招待你 這樣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值得來 試一下 便宜又便宜吃 貴又貴吃 視乎個人決定 Hello 今天是我第三次來到這個 六號公館 為什麼來第三次呢 因為當我剪片的時候 我發現原來我上次吃 爐打滾的時候 是錄不到的 所以為了要再補拍這個 爐打滾的片段 我又再來吃多餐了 那大家看看我今吃什麼 好了 第一道菜就是 酸菜魚 哇 這個是很貴啊 你看啊 嗯 好吃啊 OK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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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吃酸菜魚 它是有蓮藕在裡面的 因為它是加護絲的 這麼可愛的 嗯 嗯 OK 粒餅 但是它的酸菜魚都很多油啊 嗯 它是夠麻 辣就不太辣 酸到一點點 不是很酸 嗯 真的不太辣 但是魚好吃啊 魚都滑的 不知道是不是油多的關係呢 所以魚都滑一滑 嗯 剛剛呢 嗯 嗯 其實如果你想最佳效果的話呢 你可以把魚片改成青斑 就是最高境界啊 那我就 哇 如果要青斑色新鮮都差不多八十幾元 那我也是一些平民價錢啊 都OK啊 我覺得不差啊 第二道菜 是古老肉 那我馬上試一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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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一口肥豬肉 嗯 嗯 一點點脆脆的 嗯 嗯 好吃啊 噢 第三道菜 這個是瓶白 它就是有些煙肉碎淋在面 這樣浸著些豉油 以前小時候去北京吃的 應該是火腿瓶白 但是它現在這個就是 煙肉 它說 立刻試一下 很熱啊 很清淡 不知道是不是 吃了水煮魚 又吃糕糕肉 突然間吃這個菜呢 是很清 好像沒有鹽的味 但是很搞笑 它有很多豉油浸著的 這個醬油加的挺好吃的 可能吃完濃味的 所以突然覺得很清淡 好 因為那些粉絲好像不太熱得透 不太夠水 立刻加些下來 好 馬上浸完酸菜魚的粉絲 很好吃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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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汁好像還沒吸夠水 而且在面上很乾 第一口就好像不好吃 但現在這樣第二口吃就不錯 再試一次這個 延滿豉油的樽白 都是偏淡一點 最後是最重要的一味就是 哇! 勞打滾 整頓飯最重要最重要的 今天是新鮮組的 給大家看看 你看到一層蠔豆 一層糯米 上面就是黃豆粉 是很香的 我上次來吃餃子那次 它是馬上新鮮 還好馬上拿出來 所以拿起來開盒子 是已經聞到一種香味 很軟的 一點點黏硬 但這個紅豆是不甜的 這個是很好吃的 是要整粒拍的 我上次去了另一間地方買爐打滾 它寫明是甚麼京都爐打滾 我打算是一間高級酒樓來的 但是哇! 那樣是很失望的 它那個皮皮 整個棉胎 很滴滴 裡面還有芒果 我不知道為何露打滾 是有芒果的 整件事都錯了 吃完整頓飯了 最後就來總括 酸菜魚好吃 沒有東西好說 所有各種味道都可以 它不會說很濃的酸味 如果很濃的時候 吃到中間或者吃到尾 太刺激了 所以它是調到剛剛好 讓你容易接受一點 咕嚕肉 咕嚕肉真的做多好吃 它不油膩 是鬆脆的 咕嚕肉 第三個就是那個哇哇菜 它其實是用 像魚豉油那種豉油浸 它其實也好吃的 清淡的 但是或者是變了 我今天點的菜 配搭就錯了 因為譬如我愛了酸菜魚 這麼濃的東西 你一再吃那個菜 你會覺得好像沒什麼味道 這個菜其實它做得不錯 它拿出來真的很熱 吃到嘴裡都覺得辣嘴 最後露打滾就真的沒得頂了 我告訴你們 我肯定應該星期三是有的 因為我上次也是星期三來 今天我來也是星期三 所以如果你想吃露打滾的話 星期三應該是沒問題的 不過還是打電話來 先確認一下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大家還想看我去哪裡吃好東西 去哪裡玩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讚好和留言 我這個影片 還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好 多謝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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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一定要把這個拍攝 今天也是新鮮組 今天也是新鮮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